好各位同学 那么从本小节开始 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篇章 好 那么在本章节里面 我们重点要来讲解两块的内容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块是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 学习正则表达式的目的 是为了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原生爬虫项目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因为爬虫实际上来说的话 正则表达式就是它最基本的一个知识 需要掌握 那么第二块我们将学习 这样一个Json J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格式 是目前来说的话 应该是我们外部数据交换的一个主流的数据结构 相应的还有一个XML 但是现在XML用的已经比较少了 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 我们优先会考虑这种轻量级的Json 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正则表达式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有什么作用 那么正则表达式它最规范和科学的定义是这样的 正则表达式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序列 它能可以帮助我们检测啊 一组一个知识券啊 是否与我们所设定的这样的知识序列呢 相匹配啊 那么如果匹配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啊 快速检索文本 或者呢 是啊 实现一些替换文本的操作啊 好 我们随手举几个啊 这样的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使用场景啊 比如说呢 检测啊 一串数字 是否呢 符合是否是啊 电话号码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啊 操作呢 我们就可以啊 用正则表达式的实现 好 再比如说呢 检查检测 检测这样的一个 一组啊 检测一个知识串 是否啊 符合email的标准啊 再比如说呢 可以实现啊 把一个文本里子定的单词啊 替换为另外一个单词啊 等等啊 诸如此类的 对于知识串 或者是文本的操作呢 我们都可以啊 实现 都可以啊 用正则表达式来实现啊 正则表达式的功能呢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强大的啊 呃 那么以我多年的一个编程 经验来看啊 我们编程啊 其实呢 很多时候啊 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处理 而我 而我们处理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或者是支付串格式的啊 所以说呢 掌握这个正则表达式啊 是非常重要的 呃 以前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正则表达式啊 最后呢 我们发现啊 就是如果你的正则表达式啊 用的非常非常的溜啊 那么其实呢 你是不需要我们的这个 呃 不需要依靠我们很多语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内置的支付串处理函数啊 当然呢 这个呢 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啊 对于对于支付串的处理全部都用正则表达式啊 正则表达式呢 它确实很强大 但是呢 有时候呢 系统提供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内置的支付串处理函数呢 它使用起来呢 还是很方便的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啊 什么是正则表达式 以及正则表达式的用处是什么 好 假如说呢 我这里有一个支付串啊 我们说过了啊 正则表达式呢 是用来啊 操作支付串的 好 这个支付串呢 是由一系列的编程语言所构成的啊 好 比如说呢 这个里面呢 有C语言 好 有C++ 有加吧 然后呢 有这个C小子吧 当然呢 还有我们的Python 好 比如说呢 还有Gioscript啊 好 等等啊 一系列的语言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啊 我想知道啊 这个这一系列的语言支付串里啊 是否包含有这个Python啊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这不是废话吗 Python这么大的字字就写在这里啊 但是呢 还是我手说的啊 这个呢 是我们写的一个长量 对不对 但是呢 在你真正的编程里面啊 从外部给你传入的一个字符串呢 你是不知道这个字符串的内容是什么的啊 好 我们把这个字符串呢给剪切一下啊 我们到一个新的模块里面来编写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好 好 那么我当然知道啊 很多同学呢 是知道的啊 就是Python呢 Python呢提供的有一个内置函数啊 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啊 这个内置函数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index啊 Python 好 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可以啊 用来判断 支付串里是否包含Python啊 如果啊 aindex Python的值呢 是大于负1的 那么呢 这个说明呢 我们的这个啊 字符串里呢 是包含Python的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啊 好 我们可以呢 print一下 好 这里呢 可以打印出了true啊 如果呢 打印出了true呢 说明啊 我们的这个 字符串 A呢 是包含这个Python的啊 也呢 还可以啊 用我们学习过的 这样的一个印操作符啊 也能判断啊 这个 A里面是否包含 我们指定的这个字符串啊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啊 好 都可以啊 打印出true啊 好 那么Python呢 确实啊 提供了一部分的 这样的一些内置的 字符串的操作函数啊 帮助我们呢 去解决部分的啊 这样的一些啊 字符串相关的问题啊 但是呢 Python所能支持你的 这样的一个 内置函数呢 它们呢 并不能够啊 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啊 所以说呢 我的建议就是啊 简单的 你像这样一些判断的话啊 你呢 都可以啊 用Python的这样的一个 内置函数 而且呢 你要优先去选择 Python的这样的一些 字符串的内置函数啊 但是呢 当你觉得啊 这样的一些字符串的函数呢 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啊 你呢 优先呢 应该想到啊 可以使用我们的正值表达式 来解决你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呢 来看一下啊 用正值表达式 如何来解决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Python呢 专门啊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块啊 这个模块呢 叫做RE 好 RE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可以啊 供我们呢 来操作这样一个正值表达式 好 那么让我们呢 首先啊 来学习RE的一个最简单 也是使用的最多的一个方法吧 好 这个方法呢 叫做啊 FoundAll方法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智能感知呢 已经帮我们提示出来了啊 FoundAll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FoundAll呢 它需要接触哪些参数啊 首先第一个呢 是这个Pattern啊 好 Pattern啊 我们来写一下 好 那么这个Pattern呢 其实啊 它就是啊 我们要匹配的 这样一个正值表达式吧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呢 就非常好理解了啊 你要用正值表达式 去匹配哪个字符串 那么呢 你就在第二个参数呢 传入这样一个字符串啊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呢 我们要操作的啊 或者是说呢 我们要匹配的啊 是这样一个A字符串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我们把A啊 放在第二个位置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问题里面啊 我们要匹配的 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Python啊 好 所以说呢 正值表达式啊 非常简单 我们呢 把正值表达式呢 就设计成PYTHON Python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正值表达式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 那么我们说了 Python的代码呢 是非常易于阅读的 如何理解的啊 我们直接看这段代码啊 这段代码的意思就是呢 我们呢 现在呢 要搜索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A啊 然后呢 在字符串A里面啊 去找到所有的啊 Path 这个字符串 好 我们把这个两段代码呢 给删除了啊 我们后面不用它 好 那么我们呢 可以啊 用一个结果呢 来接收一下这样的一个 呃 Foundout函数的调用结果啊 然后呢 我们啊 把R给打印出来 看一下 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 Path C2.PY 好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啊 返回的结果啊 是一个列表 然后呢 这个列表里面啊 就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Path 字符串啊 好 那么首先呢 为什么返回结果是一个列表啊 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名字 就叫做Foundout 很明显out 是找寻全部 对不对 也许呢 你的这个字符串里面啊 并不 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Path 它可能呢 会有重复的很多个 这样的一些Path 所以说呢 这个Foundout的结果呢 必须啊 是以一个列表的形式 给你返回过来 好 那么啊 看到这个打印结果之后呢 我们就就知道啊 如何来完整的编写 我们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啊 好 EF啊 R LEN R 好 它的长度呢 如果啊 是不等于零的话 好 那么呢 说明啊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 A里面啊 自负串中 包含 Pathom 好 然后呢 让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条代码啊 啊 这里不等于的话呢 不太好 我们能用大约啊 如果呢 这个R的长度是大于零的话呢 说明啊 自负串中呢 至少包含一个Pathom 这个字 自负串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Pathom 给去掉 好 然后呢 这样我们运行一下 这样这样一段代码啊 好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就就告诉我们了啊 这个A字不串中呢 确实呢 是包含Pathom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啊 把这个代码那个调整一下啊 比如说呢 我这里呢 不再去搜索这个Pathom 而是呢 去搜索这个php 好 那么大家觉得啊 这个呢 运行的结果 还会打印出 自负串中包含Pathom吗 很显然啊 不会啊 什么都不会打印啊 因为呢 我们没有IOS分支啊 如果有IOS分支的话呢 打一个no 简单一点 好 他告诉我们啊 并没有包含这样一个Pathom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啊 我们这个正在表达室的 一个最最基本的用法啊 当然呢 这个最基本的用法呢 非常的无聊啊 因为呢 Pathom呢 其实呢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内置的方法啊 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呢 对于我们理解正在表达室来说的话呢 还是有所帮助的 好 同时呢 很多同学啊 会觉得啊 这个found up 返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翻转啊 好 他返回给我们呢 是一个啊 我们所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支付串的一个返回结果啊 那么这个返回结果呢 确实是没有意义啊 为什么呢 原因还是在于啊 我们这里呢 指定的呢 是一个长量支付串啊 他几乎呢 是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意义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下节课的课程中呢 会看到啊 我们呢 会给他设定一个真正的规则 让这个正者表达室呢 变得有意义啊 所以呢 请大家要记住啊 正者表达室的灵魂啊 在于什么呢 在于规则这两个字啊 像这种长量支付串啊 他不是说没有规则啊 只不过呢 是这种规则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抽象性啊 实在是太弱了啊 他很明确的告诉别人啊 我就是要在你的这个 直播串里面寻找Python啊 这个单词啊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一个 正者表达室呢 就显得很没有意义 好 然后呢 我们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呢 来演示一些有意义的正者表达室 好 那么我们就下节课再见